伟大运动员 我认为就是三个方面 缺一不可的 那就是坚持 坚韧 坚强 在羽毛球奥运冠冠军张宁看来 运动生涯的成功离不开自己的坚持 而他的这份坚持 不但为他赢得了两个奥运冠军 也让他成为了世界雨联名人堂的新成员 6月2号 世界雨联在总部吉隆坡宣布 中国羽毛球名将张宁 蔡云和傅海峰入选世界雨联名人堂 近日 张宁在接受中心社记者专访时表示 能入选世界雨联名人堂非常自豪 自己第一时间与家人分享了荣耀 其实听到这个消息的时候就是特别高兴 然后也觉得特别自豪 因为之前我们都知道有这个名人堂入选 几次我们都没有没有接到任何通知 但是这一次有我的时候我觉得就特别特别高兴吧 反正第一时间就是和家人一起分享这份这份荣耀 2008年北京奥运会 作为当时中国队的大姐 已经30多岁的张宁克服巨大的主场压力 捍卫了自己在2004年雅典奥运会上获得的金牌 成为首位未免奥运会女单冠军的球员 张宁坦言 自己在获得这些优异成绩之前 也曾陷入过长时间的运动低谷 可能更多的作为陪练啊 就那种委屈和伤心啊 还有一些伤病这些很多人就是无法承受的 就大家也体会不到的那种感觉 所以我只有自己默默地去就承受吧 但是就是因为心中的那个目标还没有完成嘛 所以呢 就就感觉自己要坚持 后来走出运动低谷的张宁成为一名出色的全能选手 在多项重大赛事上取得胜利 除了运动员的身份 张宁还曾担任中国羽毛球队女单教练 培养出多位世界冠军 在他看来 从自己师称陈玉娘到退役后带队伍 中国羽毛球队的优良传统一直在传承 包括我的这个启蒙老师这个陈玉娘 说这些印尼的就归国的华侨 他们把羽毛球先进的羽毛球技术带到了我们中国 然后我也有幸受他们那个教诲 从他们那里我不仅学习到了打球的真谛 而且也学习到了很多做人做事的道理 中国羽毛球队其实所取得的成绩是这几代人共同努力的结果 对于即将举行的东京奥运会 张宁介绍 此次出征奥运会的中国羽毛球女队选手年纪较小 大赛经验不足 同时在疫情期间参赛计划被打乱 因而面对不小的挑战 希望这帮孩们都不要怕 因为每个人都有经历第一次的时候 所以在面对这些大型运动会的时候 其实更重要的是一个扎实地去把训练练好 其次避免一些伤病 更重要的就是以好的心态去面对这个奥运会 当你进入到奥运村的时候 一定是把自己的生活起居 训练都一切切安排好 然后更重要的是一个和平的心态去面对每场的比赛 如今张宁成为一名青少年羽毛球的推广者 他希望选拔有前置的青少年 让更多的孩子通过羽毛球运动改变自己的人生 此外 他有了更多的时间陪伴女儿 追求运动快乐的同时 也能享受家庭生活